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感谢网友 at 温温9233对我们的爱心支持 另外还请大家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能帮助我们这个频道成长 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据美国之音报道 自7月29日起 经经济因强降雨而引发灾情 北京受灾主要在部分郊区 以防山与门头沟为主 受到影响的人数有限 而河北省诸州市 因为市区大部分被洪水淹没 灾情远比北京严重 目前 桌州全域停水 部分地区停电断网 物资也相当缺乏 包括缺乏粮食 陈女士的父亲是桌州当地学校教师 已退休 住在家属楼 距离北巨马河绞进 陈女士说 7月31日下午开始涨水 晚上她还曾与困在楼中的父亲联系上 但次日早晨就联系不上了 当时在小区微信群中 手机还有电 有信号的居民发消息说 院里涨水很厉害 两米高的小房完全被淹没 房顶都看不见 家属楼中老年教职工较多 两天两夜过去 没有任何救援人员进去 也没有任何物资补给 桌州市彭博水岸花城社区 G6一单元的一位居民 被困三天后 在微信上发视频说 一家人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两个月大的孩子也急需奶本 因为大人没有母乳 一楼的水深有两米 楼四周是一片汪洋 小区没水没电没食物 没有任何物资可以让他们支撑下去 急需帮助转移孩子 洪灾发生后 中共引导舆论 将责任归结为村民 没把官方通知当回事 但许多当地网友爆料 事前很多人根本没有接到 要求撤离的官方通知 一些专家指出 河北省白阳店 本是一个天然的泄洪区 但当局在白阳店周边 建设雄安新区 为了保住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工程 当局另辟泄洪区 导致包括桌州在内的多个地区被淹 吕德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表示 经过多次人工调控后 河北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它变成了一个人工的河流系统 换句话说 就是可以人为的控制这个洪水走向 中共想让这个水往南走 它就往南走 想让它往东走 它就往东去 这就是中共治水的一个核心 就是洪水也要听党指挥 河北省委书记 倪岳峰一日至二日 在保定和雄安检查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 我们要减轻北京防汛压力 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 此番表态引发网上一片讨伐声 网友认为 倪岳峰不顾河北百姓的死活 向习近平表忠心 一些网友说 不是民选的官 心里只有皇上 评论人士周小辉转文表示 倪岳峰名义上是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实则是在做一场公开秀 上可以应对交差 下可以糊弄糊弄老百姓 为什么说他是在做秀呢 倪岳峰一行全部穿着黑色皮鞋 这摆明就是不会去真正的灾区 如果真正想了解灾情 慰问灾民 最应该穿的是雨鞋 倪岳峰一行不敢深入真正的灾区 他们先来到邢台市信都区庞汇桥 在桥上拍完照之后 他们来到灾民的临时安置点之一 信都区前南域宾馆 倪岳峰走进一个灾民的房间 一对老实芭蕉的老年夫妇接待了他们 这明显是官方事先安排好了的 与受灾严重的猪州相比 邢台市灾情相对没那么严重 倪岳峰选择到邢台去慰问灾民 而不是猪州 应该就是害怕民众的质问 害怕节外生枝 周晓辉表示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海峡对岸 被中共狠批的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等人 勘察灾情的情景 2018年 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南部勘察灾情 全程穿着雨鞋 非常亲民 她次日在脸书上说 我们去了淹水最深的地方 很多民众来诉苦 急着带我到他们家中 去看淹水的情况 蔡英文写道 我知道淹水最严重的地方 当地民众的情绪一定很强烈 我到第一线就是要了解状况 也感受他们的焦虑跟不满 让乡亲感觉到政府和他们在一起 他们没有被忽略 此前的台湾总统马英九 2009年8月前往高雄勘察灾害时 居然在大雨中倾听民众的抱怨 周围无人给他撑伞 面对民众的责难 马英九并没有发火 而是认真的倾听 还有网友晒出了已故总统蒋经国 当年勘灾的历史照片 照片显示 蒋经国身体一半淹在水里 和救灾官兵睡在一起 周小辉表示 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和官员 要俯下身子 倾听民众的声音 要真真切切的为老百姓办事 否则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落败 这样的对比 再一次让中国人明白了 民主和专制体制的差别 河北周周灾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中共官方却下逐科令 逼外地救援队离开周周 8月3日 颇具实力的公洋救援队发布撤离公告 宣布当天上午撤离周周 公告称 撤离原因是接到应急管理部指令 称当地灾情平稳向好 现场救援力量触保和过剩状态 影响正常指挥调度云云 当地微信群的消息 也证实了官方以下逐科令 在一个名为桌州百事通十群的群中 有外地救援队员表示 是桌州官方人员让外地救援队离开 人家说不用我们救援队了 这名队员透露 3日已经有70%的外地救援队撤离 4日还会有更多的救援队离开 许多网友猜测 官方不欢迎外地救援队 最主要的考量应该是防止泄密 不想让外地救援队把当地灾区的惨状曝光 网友们纷纷留言 老百姓以后只能自求多福吧 太罪恶了 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的政权 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过去了 救援队纷纷被迫离开 中共军队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 他们来干啥呢 随着洪水的慢慢退去 受灾的真实情况 死亡的人数都会浮出水面 而这次灾情围绕北京发生 任何民众的抗议不满都会惊动京城 所以军队是来维稳的 这两天热传一个段子说 好消息是人民子弟兵们终于来了 但是坏消息是 他们是来抓捕民众维稳的 日前 北京红十字会通过一宝公益平台 在网上发起了文讯而动 持援北京水灾受灾群众 线上捐赠活动 过去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社会捐款 被发现经过层层苛扣 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真正到灾民手中 因此许多网友表示 一分钱不捐 有的在评论区留言 捐个锤子 永远忘不了郭美美 谨防电信诈骗 2011年 郭美美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在网上大肆炫富 网友质疑 所捐善款被红十字会挥霍乱用 受郭美美事件影响 红十字会获捐金额暴跌 直接引爆她的诚信危机 对于日前北京发起的捐赠活动 许多网友纷纷捐款一分钱 故意让红十字会难堪 为了避免恶意捐款 北京红十字会把最低捐款额上调到一元人民币 习近平最近撤换火箭军司令员等高层 新任司令员 政治委员分别由王后斌 徐熙胜接任 两人从未在火箭军服役 分别具有海军和空军背景 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表示 新任火箭军司令员是外行领导内行 可能会引发火箭军反弹 埋下兵变的祸根 陈破空用空降来形容火箭军的人事变动 他认为在习近平眼中 15万火箭军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的 外行领导内行 很多将领会不服 会出更多的事 一不注意就可能导致兵变 我认为习近平这次仓促出手 他多疑可能给火箭军埋下一些不定时炸弹 前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指出 习近平一再整肃军队 以使得军心涣散 他说现在的火箭军根本就打不了仗 人心都不在一块了 你说基地司令 他的领导 他的恩人都被抓起来了 他还会为你打仗吗 火箭军没有战斗力了 7月26日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布公告 征集装备采购招标中的腐败线索 并倒查6年以来私下勾连 主动泄密等行为 2017年至今年3月 现任中共防长的李尚福就任装备发展部部长 姚成认为发这个公告是要清查李尚福 接下来军队会爆出更大的雷 分析人士钟原表示 近期中国各种天灾人祸不断 中共军队外交相继出大事 经济凋敝 失业俱增 上天正以各种方式不断示警 红潮坍塌的日子远比人们想象得更快 中共大势已去 跨台可能只在虚语之间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换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